那当时其实本来曾经想过说 其实因为校园要数多嘛 就一起做 可是我觉得经费的关系 我们当然是一起一起 内法与万美龄特别在五号 协同教育部次长国教署等人 来到桃园市龙山国小考察 由于该地区人口成长快速 很多老校舍都超过30年年限 没有使用执照 学校缺乏教室活动中心 地下停车场等空间 地方希望政府能够支持补助 让龙山国小能尽快的新建新校舍 校舍其实是有点偏老旧 那再将本地的区域的学生的人数 日益增加 所以说我们的校舍 其实现在已经快要 快要不复使用了 那此外来我们这个学校的学生 没有室内活动空间 只有室外的 所以每逢下雨天 学生都必须要 我们办的活动啊 毕业典礼 我们都必须要在室外 那没有一个室内的场地 其实是非常不方便的 另一位表示 从三年前就一直在争取 龙山国小新建校舍 但评估工程经费 高达2.5亿元 地方政府预算难以置议 因此支持没有下文 如今随着人口成长快速 估计四年后 就要再增加八个班级 现有校舍根本不够用 委员表示之前 教育部长已经有口头同意 支持补助 只是详细内容 要等考察后决定 但是因为这个经费 其实真的不算低 在当时估计就要 两亿五千万左右 那陶营市政府教育局 一直没有办法 有这个编列的一个能力 所以我们期待中央 关爱的眼神 我们期待他能够拨经费 给我们好好逮捕 已经三年多了 两三个月前 我就不断的跟部长沟通 那部长已经口头答应 如果是两亿五到两亿七 之间的这个经费 可以来支持 然后逐年编列 龙山国小校舍问题卡关已久 地方民众除了担心 教室不够影响学童上课 也希望在活动中心完工后 提供给里民跟学生 有个能遮封闭与办活动的场地 希望在考察结束后 能尽快有结论 让龙山的孩子安心上课 记者来为一投影报道